我看了一個報導,在三個月,五月份,你開了一個什麼太極館,那個是什麼一回事? 我見到五月份,在剛剛那個月份,李連傑,還是黃江海師傅,這個是生意嗎? 是生意,但更是公益,我認為任何公益都必須以公益的心態,商業的手法,不能倒過來。 我們現在很多人是商業的心態,公益的手法,全完蛋。 我覺得在座絕大部分,我們都別笑,百分之五十這裡的人,在你剛開始幹的時候,都是商業心態,公益手法。 我們政府做事情基本都這樣,浪費太多資源。 但是真正上來講,我們應該做創業者,應該是公益的心態,商業的手法。 太極權對我來講,我自己喜歡太極文化,陰陽,變化。 因為太極無處不在。 所以我自己的商業的這些很多的理念和思想,是來自於太極。 所以我希望把這個傳遞給更多的年輕人。 我自己覺得這個,人的心態,影響自己的形態。 形態影響生態。 今天的中國,就是每個做企業的人,首先要有良好的心態。 你比方說,和為太極中的競爭。 你跟競爭對手打,是一種樂趣。 競爭千萬不能凶狠。 競爭絕對不能氣憤。 搞了半天,你當時對手不生氣,你很生氣。 你說有什麼用? 競爭的目的是自己快樂,對手生氣。 那是太極。 對吧? 所以你要有太極的這種心態,然後良好的做法。 公司良好的智力和戰略體系。 你就會有良好的生態體系。 所以我覺得,我希望讓很多的年輕人, 今天不一定要去學MBA這裡面一套東西。 其實絕大部分MBA畢業沒什麼用。 我講真話,真沒什麼用。 除非我所有去學MBA的人回來,就第一句話。 什麼時候你把學校裡學的東西忘了,你才有用。 因為學校裡教的是知識,創業要的是智慧。 智慧是通過體驗獲得。 知識是可以勤奮獲得。 文化好的人都是玩出來的。 讀書好的人都是勤奮出來的。 這是一堆矛盾。 而創業好的人, 往往是情商很高, 智慧很強, 勇氣很足。 所以這是一堆矛盾。 所以讀書好的同事, 創業不太好。 基本上是因為你沒有把知識轉化成為智慧。 我有一個, 你下台之前, 我有一個請求, 希望你可以答應。 因為我知道你太極已經學了二十多年。 有沒有啊? 沒有。 沒有啊? 那我的資料有錯誤了。 現在資料錯的太多了。 因為互聯網。 互聯網。 對。 十年前, 十年前你在互聯網是為了找正確的知識上互聯網。 今天你在互聯網上, 你要找到正確的東西比較少, 比較難。 所以, 才會要進入真正的數據時代, 要重新思考你自己的力。 可以給我們耍幾下太極嗎? 耍幾下太極。 我不知道怎麼去弄這個, 可以這麼, 示範一下這個。 對。 太極不是耍的, 太極是練的。